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邀請了很多大廠一起來展示他們最新的科技 台灣的汽車零配件本來就佔全球AAM市場的發展 我們更是未來全世界在電動車跟氫能源車發展當中 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我發現這個展覽很大的 然後什麼都有 在參觀的MPA 展示我們與全球有興趣的購物 我們能夠找到幾個可能性的企業 我們可以在美國的市場 這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最好的方法 能夠保持新的企業 國際性的展覽 能夠幫助我們把產品能夠帶來的效益 能夠介紹給大家 他們的主持人 智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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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我來講是非常加分的 我覺得其實很方便 很明確知道說 OK 有哪些廠商 然後我在哪邊就可以去看 那節省我的時間 我們有很好的交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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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用這個平台機會 不管是在公司的知名度 還有包括整個公司內部的零距離來講 我想是有絕對的幫助 我認為台灣有很多機會 本身也是一個電動車的主持人 讓我覺得非常期待 未來電動車的發展 雖然疫情的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在台灣看到 任何新產品 就是要來發展 每年都來喔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